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紡織品生产是会消耗不同的天然资源 例如水、石油和土地等 总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而生产过程中 还会带来很多浪费 好像一些不合规格的瑕疵品 又或者是过度生产 只要利用数据分析及自动化生产 就可以提高生产后率 和减少资源上的浪费 消费前紡織废料 是指产品未接触到消费者前 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料 包括未被使用或已损坏的紡織品 又或者是因为预算出错而多出来的生产原料等 对于生产中高档次纺织品的企业来说 最希望可以更精准预计到需要订购的原料数量 以及提高优质产品的生产效率 以减少纺织废料 那不单只可以令生产过程更环保 还可以减散成本 因为一次考试的行程 我们的研究团队和一间大型的制衣公司 展开了一个实验性的矩造生产计划 我们利用了一个混合的统计模型 可以更加精准的测度生产过程中 产品的核击率 进而减少材料和能源上的浪费 这间高级时装制衣公司 一年需要订购23,000吨针织布料 以及1亿4千万码的基织物 去生产约1亿1千万件的成衣 生产前必须准确预测 合格产品和不合格产品的生产机率 从而计算和订购所需要的原材料 去生产特定数量的成品交给客户 利用混合统计模型 掌博士和研究团队 研发出容易掌控的软件 被客户在工厂里使用 协助生产过程自动化 除了精准地预测合格产品的生产率 在生产中 电脑也会按照原料的状况 时刻调整机器的输出数值 从而为这间公司 每年减少高达12万码的原材料浪费 以及港币250万的生产成本 只要运用数学的力量 就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做研究最想特质的双形局面 采用掌博士的混合统计模型一年后 这间制衣公司的生产用电量减少了20万瓦 污水量减少了2155吨 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300吨 大大减少了企业生产对环境带来的影响 利用统计学来改变一间公司的生产程序 已经带来这么惊人的结果 如果有更多的企业 可以运用到掌博士的研究的话 一定帮地球省到更多的天然资源 世界因为掌博士而有所不同 感谢观看